同学们,今天我们很荣幸又邀请到了欧阳公司老师来给我们讲座。 欧阳老师一直对我们这个细学,特别是京剧,特别的厚爱。 欧阳老师本身是做逻辑学的,现在是师范学院的著名教授,又是著名的书法家,理论家,教育家。 我们上次在那个文化公共组织的联谊会,老师也是百忙当中去参加,并且给我们贴了字,非常宝贵的。 今天呢,欧阳老师又是百忙当中来为我们讲一讲。 他的题目呢,是这个《外行眼中的艺术家》。 待会儿呢,欧阳老师呢,要有一系列的一些那个讲述,希望大家呢,这个充分啊,抓住这个好的机会,这个开阔我们的眼界。 下面呢,我们就请欢迎欧阳老师为我们讲课。 我知道,大家在前一个时期,一定听了许多专家的讲话, 成了许多名演员的,名艺术家的许多讲手。 大家会有很多体会。 我今天呢,我想,我没有资格像别的同志那样,从这个艺术的本身来讲。 因为我是个外行,我只想从观众的角度,从外行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的感受。 我们怎么看待大家,我们怎样希望大家,我想提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提供大家参考。 应该说,外行就是外行。 不是我们艺术家的本身。 因为那时候,外行和艺术家站在了对立面。 虽然,虽然对立,但是两者之间密不可分。 尽管他不懂,尽管他不懂,可是我们的对象却是他们。 他们说了算,平定艺术家的高低,不只是艺术家自身平定。 所以,外行人占极大的比重。 也可以这样说,观众和艺术家始终是生活在一起。 没有艺术家,观众和观众,没得可看。 没有外行,没有观众,我们演的谁看? 所以说这两个方面是谁也离物开谁的 我们很固定 但是观众不固定 他们的人数众多 层次高高低低 然而加在一起可都是我们的对象 所以在古代有些演员 我们前辈的演员们都曾经总结过一句话 尽管这句话有它的片面性 但说了一些心理的话 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衣食父母 这句话过分谦虚了一些 但是把话说穿了呢 这也是一些实话 如果没有这些观众感 如果不买我们的票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我觉得外行们的话 我们应当听一听 所以我说我不是来上课 而是来做一个和艺术家们对面谈一谈心 谈一谈理解 在他们的演员中 在观众的心目中 我们是一个什么角色 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我们心里明白一下 我们和他之间 关系应当怎样来相处呢 更好 我说他们对我们从两点 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 他们真正是热爱我们 我想大家在这方面的体会 已经很深 每到演出的时候 有观众来了 是我们的对象 观众少了 我们演出就 兴致大减 正是他们有来的人多 很热烈 我们才会感觉到 演出有效 大家想不到 这些人都怎么样地热爱我们 我想大家也许有人感受到 在那戏不走 还没到开演 早就聚集在剧场的前面 等着买票 买票 看戏 不是医院 医院 到时候你不进去不行 那会死人 不看戏 死不了人 但是 但是他很好的生活的时候 游戏他不看 他难受 非看不可 走 坐到后面 就觉得太远了 就拼命地想望 前面来 在那戏不走 等着你卸木 等着你卸完了木 从后台走出的时候 他围在旁边 看你怎么样出来坐车 他看看你是一个平常穿着什么衣服 他看你一举一动 怎么样做 所谓戏 有个说法 说他们是戏迷 他被戏迷住了 这是笼统的说法 不光是用戏把它迷住了 更重要的 戏的体现者是演员 是演员把它给迷住了 我们做一个演员 是在许多人群中 选择 选择出来的 挑了又挑 选择 半相不行 受影响 嗓音不行 受影响 四肢有毛病 受影响 身材高低 也受影响 是在这里面 很艰难的选出一个最完美的人 做了演员 我们都是被选择出来的 所以过去有句话 十年 出一个状元 不难 但是十年 准出一个演员 却很困难 这些话 都是外行说的 因为外行 需要我们 他对我们 甚至已经神化了 我们 我们 生活在他们 在当地理想之中 理想之中 这些曾经过去的事情 我们北京的演员 经常在北京演 这是一方面 有观众 为了生活 还要走出北京 有个专名 有个名词 叫走连外 到外地演出 叫走连外 第一站 出了北京 先到天津 到天津之后 天津的观众 很可可 因为他见的演员太多了 都要演 出京 就要路过天津 他比较过 他对大家很熟悉 谁擅长什么 谁不擅长什么 谁哪儿好 哪儿不好 他们都清楚 你好好做是怎么样 不好好做 又是怎么样 不管你是哪一位演员 你琢磨有名 他该给你鼓掌 就给你鼓掌 该给你叫道好 也毫无可及 就给你叫道好 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留啊 人家就需要来看你的 为什么 你不给人家面子呢 这天津的心 很难唱 还有一个地方 演员到那儿八处 比方烟台 烟台这个地方 都知道 就是我们这儿 复联城的演员 大北营出去的演员 就拍烟台 烟台这地方 观众看戏 有个习惯 有一个萝卜 吃的萝卜 把上面消去 中间刮空 搓一点棉花放在里面 加上一勺油 就把棉花点着 就是一盏灯 进剧场 把这个灯点着 做些看戏 把这个灯插在座位上 请你念影子 念完了影子 一听不错 把灯吹了 听下去 一听 头一句就不行 端极灯来就走 只要有一个灯走 后边灯都跟上 最后 都走狂 所以下不来台 所以烟台这戏 很不好唱 所以我们做演员的 心到一个码头 主演必须到这一个地方的 名人家里去拜客 叫做拜客 还有个风俗 叫做行客拜做客 就是我们是做一个演员 是走着来的 来到贵宝地 需要大家捧场 要到各位有头有脸的人士那里 做一个拜望 所以我们到这儿来演戏 十分需要当地的朋友 要捧我们的场 要看我们的戏 这是一些很自然的规矩 果然 拜了客了 你差点他也能谅解 不拜客 我就是这样 他也许 给你横加挑剔 在打炮戏的时候 给你几个倒酒 你是吃不住 而他 他们热爱我们 但是 有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 做一个演员 有演员的礼貌 做一个演员 有做演员的条件 演员是什么 演员是艺术家 艺术家是什么 是美好的制造者 是美好的体现者 本人 就是一个美好的形体 美好的一个复合者 到台上演戏 更把人间的美好 历史的美好 社会的美好 展现给大家 所以他本身是美好的制作者 又是美好的体现者 所以这些话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大家的 大家的一举一动 任何一点事情 我们觉得你们是人间的美好的代表 羡慕你们 追求你们 是把各位摆在了 像一个神 像一个仙一样的位置上 才看待大家的 所以 就有了这个追星族之说 而且在观众中 谁成了追星族了 谁很光荣 所以说 这是从演员对我们 从观众对我们的眼里 对我们怎么看待来说的 刚才我说到 他有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很严 我也要求我们的恩 是 但是 我想呢 顺便说一说 关于文化的问题 什么是文化 我们常说我们缺乏的就是文化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文化不是说对文字文学 不只是这样说的 文化的意思 大家都在研究过它 什么叫做文化 中外古今许多专家都在研究文化 都曾经下过定期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说一个最公允 大家都承认的定义 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把大家说的各方面的话 我们集中集中 说一个最一般的 最普通的话来说 文呢 文这个字不是文字 文学它是一种美好的形象 文本身是一种美好的形象 美好的现象也可以 他说自然界 五色成文 各种颜色聚集到一块儿 而不乱 很有章法的排列出来 这就是文 这是文的要求 什么叫文化呢 就是把这种文 使大家都具有了 普及了 每个人都符合了这个思想 都符合了美好的思想 这个本身就是文化 就是美好画集天下 以文化之 这个叫文化 因此 美好的愿望 是文化 美好的实践 是文化 美好的结果 结晶 也是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 常常这样说 什么是文化 是人类历史上 出现的 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都是文化 我们简单说 就是美好的想法 就是文化 这个美好的设想 这个美好的设想 在进行中 在实践中 往往有一些碰撞 比方说 这个地方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谁挂头牌 你想挂头牌 这是个美好的愿望 我也想挂头牌 也是美好的愿望 是按你的美好愿望 还是按我的美好愿望 来说的 你说你的 我是我的 分开来说都好 要合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到底谁的头牌 咱俩碰撞了 要爱你的美好 就影响了我的美好 要爱我的美好 就影响了你的美好 就撞上了 这怎么办 协商协商 协调协调 最好得出一个 共同的愿望 要和谐 你的也好 我的也好 咱俩 研究研究 要不你头一天唱头牌 我第二天唱头牌 咱俩还是不影响 都是头牌 写上好了 和了 和了就是美好了 所以说 什么是美好 文化 美好 和谐 这四个字加在一起 这是文化的全部 光单纯的美好 不能解决 对立的关系 必须再有一个和谐 这样呢 就能使大家都接受 所以文化的东西 是全人类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 就好理解了 不是说不读书不行 读书是一个方便的条件 它就给我们许多方便 我们知道 我们有许多老演员 我们的前辈们 他们从小进科过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 可是他的文化 很深 很高 为什么 就是他理解美好和谐 就是展示他的文化的高度 像这样的问题 就有必要读书 不能读书 交朋友 要听人说 听人讲 明白了以后 就理解到 怎么样向文化的高度 去追寻了 所以我觉得 咱们学校 现在采取一个办法 把有社会上 各方面的专家 都请过来 给大家见面 和大家讲话 可能就有许多东西 大家知道 各方面的观众 有这么许多要求 大学的观众 自然就高了 文化一般的 对于我们做的演员的来说 它在要求着我们的生活 从自身方面说 在艺术上 又高 又低 什么是高的 什么是低的 大家清楚吗 这个事儿 还真很难说 有些事情 它懂 它也能做出来 这就是高的 这个事儿 我们不懂 那就是低的 这个不能不承认 前两天 我还见了一些演员朋友 我谈起来就说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博士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学位呢 因为重要的拦路口就是外语 我们唱戏说得着什么外国话呀 我们不会外语怎么不行呢 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 说得还真值得研究 说不定 过些年以后 这个问题不存在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把它废除 但在历史上 为什么没废除 也有来源的 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 学士 硕士 博士 这三层 不是光我们定的 是全国的教育界 共同约定的 不但是全国的教育界 共同约定 是全世界 教育界的人 共同约定的 所以我们 不能够有独特性吗 我们有我们特点呢 好 您说 您的特点是什么 唱片多大我都行 是 你在戏学这方面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你受到人们的欢迎 值得尊重 但是要和社会的这些人比 你把我放在个什么位置上 国家也说了 我们把它放在演员里面的最高峰 放在艺术家里面的相当的高峰 而这个高峰 艺术上的这个高峰 和这个文化上的高峰 和这个世界的学问上的高峰 能放在一块吗 单说 不一样 做工的 有做工的 做工程的 有做工程的 做化学的 有做化学的 各式各的事 您做艺术家 您做艺术家 他做工的 您不要来谈 您不是艺术家 人家就不争了 您说 我要当博士 人家说 您也别像这儿争啊 您有你那个位置 咱们各是各的事 他们外国人也念外语吗 对了 我们对他们来说 中国话是他们的外语 他们也得念 当然不一定非念中文 他也许日文 也许各国的语言 都算一个 他也必须有外语的水平 这是个共通的 我们过去叫科班 叫细校 你是小学 是中学 是大学 我们叫细校 要甭说他是什么 大细校 以后想想 最好我们也靠一个行当吧 靠上吧 好 靠上吧 中专 大专 大门 这是一套 科医一套 学士 硕士 博士 必须要外语 这是全世界一盘棋 说我们不行 我们特殊 不光咱们特殊 世界上这个艺术家 也有艺术家的特殊 但说 今天我想 建设一下这个问题 他们有他们要攻破的地方 咱们有咱们有咱们要攻破的地方 不相干 比如我们的艺术家 人民的艺术家 这称号也很高 不如说只要是高的 我们都得有 这个地理 至于说过几年 我们确实把它都推掉了 你不用念外语了 我们就这样就行了 也完全可能 看咱们国家的文化 普及到什么 世界上承认到什么 这是关于文化的问题 我说这个高和低 到底一个演员在台上 怎么样就受到观众的欢迎 怎么就欢迎度数烧卡 怎么样甚至引起观众的厌恶 我们有底媒体 真是值得我们考虑 对方说 他很希望我们 让他看得清楚一点 行吗 你能不能 你等一等 我看看你鼻子到底怎么长的 你的眼睛为什么那么美 你让我定静看一下 好吗 你给我个机会 好吗 有人亮相的时候 就是起这个作用 让你好好看一看 多给我几秒钟 让我仔细观察一下 我总觉得 你这个演员 给我机会让我看 我看了你真美 这个演员 你不给我看 你一转就过去了 你乱动我看不见 我看不清楚你 那我先看那个好的吧 那对你冷淡了一下 这你意识到没有 他很想好好看一眼 你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你一会儿就转动我去了 你想到他想让你慢慢一秒了吗 你可能没注意到 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情况 你定下来亮相的时候 你亮在那儿 怎么和死的一样呢 我不大很满足 另外一个演员 在那儿一亮相 就那一会儿的工夫 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活的 他的眼睛正在看着我 我是这个心情 他也是这个心情 下面的观众都感觉 你正在看着我 我对你特别来好 有这个可能 那我们就说 这个演员最好 我们就说 不让我们看你烧叉 或者说你不理我的 我也认为你烧叉 你再好我看不见 像这些很短顺的问题 您作为演员来说 您考虑和我们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 我看着你这样已经看够了 你别多让我看了 你老站在那儿让我看 我都看烦了 你快点过去 我很高兴 你老站在这儿讨厌 这种情况 你估计了没有 所以说 到底什么艺术是真的高艺 真的高艺术 什么的艺术不大很高 这种情况 我们分析过没有 我们是 我们前一辈子 给我们创造的一种艺术形象 谁也知道 谁也知道 出来怎么亮相 谁也知道 不要捋燃 都怎么捋 没长过胡子 怎么会捋胡子 看看别人上 有各种捋法 确实给你一种美感 这个都不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 你理解被我 所以类似这个 演员在台上的真正高和低 我们心中有数名 要求我们 随时随地 在亮相的时候 不亮相的时候 动作的时候 都是不是 把美 把美好 给我们的观众 你考虑到了没有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记得 这个老师 在教我透秀的时候 有一种感受 老师说到这儿说 用手力 疼一下你下去 好大的劲儿 真帅 到时候我也都不来的 我用的劲儿不小 怎么观众不满意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那老师该说的都说了 就是把这个手 透下去 用点力量 怎么我弄出来和它不一样呢 有一次 请老师看 老师看了 说你里头那个手怎么撑的 发现 那个学生说 我告诉你 绣透下去后 一下子就扬起来了 都快翻过来了 老师说 你招就招在这儿 你这一绣 透下去了 我那个透下去是直的 你这个 嚷嚷来了 不是你使劲儿小 而是你把劲儿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就这么一点地方 自己不知道 我也学过了 这儿透修了 我没抓住药品 不行 我没心 知道不知道 我们学的时候 看了 这个药品 抓住你 这一点 这个演员在台上 怎么一转身 大家认为很美 怎么我一转身 大家就不叫好呢 为什么 我也是这么学的 我也是这么学的 他也是这么学的 他也是这么学的 也是转过身去 我也是 用来 右手往上一举 有什么 做也是 如此 mentorship 美國來了,半身不遂,那怎麼行呢? 這些地方的高低之間,我們是不是都清楚? 我說個具體的事情 有一次,我就聽別人在說話中透露出來一點 大家都知道蓮環套,都知道這個黃田霸 黃田霸在被受到調令的時候說 強人已經把御馬盜走了 而且說明了,怎麼辦? 這些演員,演黃田霸的都知道 跪在那兒,兩個手在後邊抖 一定要扒抖 我聽到了一位先生,真給楊小樓學過 楊小樓演到這兒的時候,正跪著,上個鍋一說 說到皇家的時候,他就抖起來 他就一抖,台下沒有好 他說我也抖了,為什麼沒好 這位真正受過楊小樓先生傳授過的說 你怎麼抖了? 他說我就開始抖起來了 他說不行,就差一點 哪一點呢?你需要,在沒有抖之前 你一聽點說黃,你趕緊伸著往前 稍微一請,用耳朵要聽一聽 表示你注意了 你往前一請,哦 他聽上了 誒,說到他了,他抖起來了 這個抖就被看見了 也知道你吃驚了,就差這些耳朵 老實可以說呀 那個楊小樓就坐到了這一天 先依這本兒就行了 這種地方 我們注意到,我們注意到 我們注意到,根本不動 回程直至跪在那兒聽 聽到黃了,往前一吞耳朵 如果你從一跪在那兒就每天 隨時隨地都吞耳朵 沒用了 你再吞兩回耳朵也沒用了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微妙的地方 就在那一點上 這個我們清楚不清楚 這個地方在顯示著 藝術展現上的高級關係 我們注意到沒有 所以我們要學習 要學窍門 看戲 眼睛看窍門 分得如高低 我們才能去高 射低 我們才能去高射低 所以要學 分高低的能力 我們要學分高低的能力 學一種自己所不能的能力 要把自己的不能變成能的 不是說你踢腿踢到哪裡 我踢到哪裡 你能踢到哪裡 我能比你踢的還高 不只是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踢的方法 踢到的地點 有的時候就在那一點上 就弄不了不起 這個我不能 一個是我學了我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 我能不能克服了我的不能 達到了我能的程度 我還記得一位很有名的老師 說過一個時候 他說 我知道學問家們都在研究分寸進退 分寸和進退 哪一些我需要知道長短在哪裡 哪一些知道我應該撤 哪些地方我應該進 所謂的這個進退 是決定在我對這個事情 知道的分寸如何 有些前輩的好演員 在台上 一會兒 當到別人的戲的時候 把他忘了 該他的戲就想起他了 就覺得這個場盤 他就應該來了 結果他就真來了 結果他這一會兒 正好是別人說話的時候 沒他的事兒 他跑出來 不撐破 就把戲砸了 攪了 我們知道這個不知道這個 理解到沒有理解到 我們記得 最初看這個趙氏孤兒的時候 感覺到一個戲非常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 突然就發現這個問題的癥結點 在這個捕鳳上 叫他來審他 審他的時候 他不說 突然就要打他 這一拍桌子硬要打他 這個戲的情況大家都清楚 焦點 焦點 確實在捕鳳 可是捕鳳的背後 還有一個人 是成英 成英在哪裡 這要打捕鳳 分明是打在捕鳳身上 就會把事情的真相都擺開 叫打捕鳳 捕鳳這時候 一個身上是 本來會一翻身 臉從外 臉看不 讓人看到他的眼睛 他的臉 讓他想到 這個是我真願望 關鍵不在我這兒啊 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在誰身上 在成英身上 這時候成英也在場 電視臺在這兒 不是說按照他這個思路照 在大廳廣眾之下 這時候成英應當總辦 應當給大家一眼 哦 關鍵在你這兒 你內心受到了很嚴厲的責備 責任在你 看他怎麼表現 不量古鳳不對 不量圖案古不對 圖案古是走出桌子 一個腿踩著椅子 耍鈴子 古鳳是斜握在地上 撐住這個 撐住這個 左手 去趕他以前別打了 這時候成英 沒戲 劇情中有他們戲 但舞臺上他沒動作 那時候我們看到了馬先生 馬先生只往前跨了一步 兩個手 一抄手 把燃口往臉前一放 我們一靜止 我們一站 大人的目光 從捕鳳身上 轉到圖案古身上 然後一下子就 轉到他身上 他有個聚光燈一樣 夜都聚過來了 把大人的眼神都犧牲到他身上去 當時就有不少專家就說 這就是馬先生 就是好演員 到時候就是這樣 導演不知道有這下 演出的人 在演出之前都不知道他有這下 導演出了 他是等到 看川普的看 看捕鳳的看 最後正在沒出看的時候 看他身上去了 他果然就給你看了 這叫掌握了台上的演員 掌握了整個的劇情 而且也掌握了所有的觀眾 演員是需要的 滿足觀眾的要求 但是觀眾的要求 他的在心目中都有 事實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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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在一塊兒說 我得把問題再集中一步 我們演員能夠在舞台上 佔領舞台 唱將做大都是 我們都不錯 該有的都有 到底還有什麼 因為大家都有了 我得有一種什麼東西 可以把觀眾的眼睛吸過來 但這是關鍵的 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的是 氣質和格調 這個演員的格調 這個演員的氣質 我們從一開始上場 就被觀眾看見了 我們一切都在劇情裡頭 都在戲劇裡頭 在劇情裡頭 都不錯 可是我們這個格調是什麼 格調是高壓 讓人一看你 覺得你是個好演員 就願意多看你 這個多看你 喜歡你 不一定說你嗓子絕對的高 不一定是因為你個頭怎麼高 不是你穿的行頭好 而是你的分寸 你的格調 氣質 這帶有極大的 對觀眾的吸引力量 這個吸引力量怎麼來 我還是願意這樣說 你要在觀眾需要你的時候 你給他看 需要聽你的時候 你要給他唱清楚 讓他感覺到你可愛 可愛 還需要有一種可敬的成分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格調來 我希望大家注意 自己在下面 在台上的時候 考慮一下我的格調是什麼 當然要符合戲劇的要求 符合劇情的要求 符合人物的要求 但是人物中 我又是一個什麼格調 有沒有把握 就是讓他感覺到 你不是個 你是吸引我這個演員 所以我總的說一句話 就是希望大家經常考慮一下問題 台下到底希望我是個什麼演員 我喜歡看 喜歡聽 喜歡研究 我腦子裡考慮到的 有的時候 不是一個演員的問題 有的時候不是一個演員的問題 不知道前兩天 有一位朋友給我談的調寇 他一念白寇 自從升任什麼什麼獻 他說 自從升任 俠裕縣以來 俠裕縣 他說 俠裕縣 也可能俠裕縣 我不是一個演員 我跟憲哥 朋友們裡邊哪一位 小生知道這個調寇 生人哪兒來啊 我所聽到過的呢 那一個地方 楊縣是一個地方 楊縣是一個地方 都說就是控制這個時候 做的地方 可 不是 它兩個是一個地方 可是說的事兒不一樣 一個是俠裕縣 那麼就是一個山子 旁邊一個谷 楊縣上山子 就沒那個山子 就上了俠裕了 這個谷呢 被演員們看見了 這些繁體字 成了那個 長的谷子的那些谷 到底是哪一個 說 我得查查去啊 好 知道查查太北了 查去吧 一查宋釋 宋朝的事兒 當然在宋釋上有 一查宋釋 沒有 沒有提扣神 做過什麼什麼線 那麼他做什麼線呢 收不上 我說你再去查 演繹 宋釋演繹 你要查那楊家將 你再去查一查這些 傳說中的資料 到底它說是 下雨線呢 還是下雨線呢 你才能找得到 它到底是哪裏 這事兒就得研究啊 我們應當熱愛我們 這個藝術 盡我們最大可能的 把我們這個藝術中 有許多誤雜的東西 自然而然帶來的東西 我們要想辦法 把它們去掉 我們應當這樣來做 因為是我們愛護它 盡可能查到更距 這也是文化的研究 這也是文化的研究 我們熱愛它 我們希望它蒙塵都被去掉 有些原來很自然的帶來一些不大合適的地方 都把它去掉 有不清楚的 我們都把它弄清楚 你比方說 我們這兒談到 我們現在行那裏 生誕盡仇 生和仇 容易理解 生就是個 男性同事 小生也好 老生也好 胡生也好 都是生 女生也好 那都屬於生 仇也好辦 這個蛋和鏡是怎麼回事 可能歷史上有所見識 也可能不一個解釋 如果兩個說的不一致 你不方並存 有這樣說的 也有那樣說的 我所知道的 有一個人為什麼說蛋 做這個語教的 都是蛋 為什麼是蛋 有個原因 很早之前 沒有女演員 但是戲劇中 有女同志的事 因此怎麼辦 他就用男同志 裝扮成女同志 裝扮成女同志 一看就知道 太陽光下 一照一個男同志 還牛牛念念 不好 不好 那麼咱白天不唱 很晚上唱 晚上唱的時候 燈光 不是很好 那麼也照不清楚 在模糊中 這個男同志 這個男同志 裝扮成女同志 也就馬馬虎虎了 就男同志 改扮成女同志 白天不能唱 得晚上唱 為了 為了要避諾這些事情 要說反話 明明就是夜 偏說是蛋 帶是白天的意思 原來是晚上晚上唱 可是愣說說個反話 說帶白天唱 白天是個真的 以假為真 他就真是一個女同志了 這樣 這樣意思 那個靜呢 也很明白 花臉 才叫靜 臉上什麼都抹 紅的黃的 藍的綠的 抹就不像樣 一看 也說個反話 說它靜乾淨的很 實際上還是反話 所以這都是一些 戲劇上的來源 這是有人在考慮 緣曲 怎麼形成的 這些角色的法 這樣來著 這是一種說法 可能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如果還有另外一種 另外兩種 並存 這個叫遺產 遺產有的時候 不是一個道路 可能好幾個路 好幾個路來的 好幾種說法 我們說 我們都聽著 哪一個準對 不敢說 但是幾種說法 共存 要把我們自己的史 弄下來 以史為賤 把歷史上的情況 看到眼裡 緣曲 是有它其盛的時代 逐漸地 衰退了 從套路 從套路 一直到散曲 這是一個過程 我們總共來的折子系 就是一個套路裡頭 有幾個段 幾個段是折掉的 折斷了 不說斷了 就說折了 折子寫了 原曲呢 從一個套路裡頭 變成了折子 一段 三曲 三曲的原來的唱法 有的時候 這個演出 有原來的要求 比方說 演這一個戲 這一個戲上來以後 要報名 這個事兒莫名其妙的 人世間沒有這問題 那個時候 為了介紹 某個人是某個人 不由每個人報名 比方上來我們仨 我把他倆都報了 這是給大家介紹一下 介紹一遍 又演了兩成以後 他又出來 又介紹一遍 這怎麼會有多麼 續範呢 其實是原曲裡面有續範 我們京劇裡頭沒有續範嗎 那四郎探摩 從楊揚輝上來說 他的家裡的事兒 誰上來誰說一遍 你為什麼老重複呢 他有這歷史的原 那個時候在一個野台子上唱 距離很遠 觀眾很遠 一會兒觀眾走了 一會兒又來了 一會兒換了人了 怕接不上茬 因此 你說一遍 等一會兒再說一遍 這樣大家就加深印象了 但是呢 我們這戲曲的東西呢 雖然從文詞上來說 重複了 但是 各有各的趣味 各有各的敘述 也就由於這個學調的優美婉轉 而保留了下來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們要再創作一個劇本 不會再那麼創作了 但是歷史的痕跡 也摸不掉了 正說 經常會不能 不能我們用一個辦法 一刀切切 是不能的 隔斷歷史 是不行的 我們的興趣 是深受大家 熱愛的 歡迎的 我記得 在文化大革命中 在這個故宮後門的兩旁 叫統子和呀 經常有寒嗓 都是業餘的 在那兒唱 因為他們喜歡這個戲 有一個老頭 唱來唱去 壞了 當時不喘氣了 大家趕緊把他弄去送醫院 送醫院 過了半個月 大家談論的時候 一看這老哥 唱一唱就死過去了 回頭過了半個月 他又來了 怎麼回事 我說我熱愛經濟 諸葛亮之士 死而後已 我說死而不已 我死了還回來 還得唱 他說為什麼 我唱啊 土故那心啊 我一呼一息 就治病了 承然是這樣 魏晋時代就是土那之法 唱就見到土那 對身體有好處 對宣傳我們的文化 有好處 我們國內的心 在喜愛著他 國外的人 也在喜愛著他 不單是我們的中國人 喜愛他 即使是外國人 也在重複地抵見他 票盤就多 票盤就多 比我們大陸上都多 所以 我們對於京劇 他會 充滿信心 他不會衰亡 但是 他會改變形勢 形勢會改變 比方說 現在來一個晚會 就要清唱幾段 過去很少這種現象 尤其是明演員 絕不清唱 但是現在 逐漸的 這是一個節目 這就很正常 他會 又把那些誤雜的東西 去掉 過去啊 可能從煩的 變成剪的了 我們現在也可能 把剪的 又再變成煩的 這都有可能 總之 人們的欲望 願望 是不斷地向下發展 我們做演員 一方面要看到這個發展 一方面 也要一個博正的任務 所謂觀眾歡迎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觀眾歡迎 值得考慮 比方說 在劇場裡頭 大家現在都用這個電的聲音 想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就怕想 太想了 我就不喜歡 我看別的人也都是不喜歡他太想 那民眾說 觀眾需要詳 您就用麥克風嗎 有的演員已經沒有麥克風不會唱了 這也有這麼喜歡 所以這些情況都得注意 比方過去 解放之前 根本沒有按麥克風一說 現在的中山音樂堂 只中山擺了一個很小的麥克風 有點兒聲音就是了 好的都沒有 而那些演員在裡面唱 很好 我們充分地聽到他的嗓子 他也充分地搭會 我們都非常地歡愉 他也不是費很大的勁 都解決問題了 我們現在一想 沒有麥克風簡直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現在 到意大利的劇院裡頭 你要想按麥克風 然後他們都認為很奇怪 他說 我們知道 我們音樂的需要是真聲 而不是電聲 電聲我們有辦法 那啟示尊重的電聲 我們也製造得出來 我們要聽的是人聲 所以有了電聲 當然給我們很大的方便 但是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演員真聲 讓我們聽聽 所以說 我們的興趣是有前途的 我們也知道 觀眾對我們的要求 也並不一定就是我們的要求 我們真正理解觀眾 真正理解這個藝術 尋找我們的道路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至於說 我們現在是一種低谷 唱戲沒人看 不見得 您知道觀眾 多麽希望看 可您給我許多麻煩 您有個劇場 你賣票賣這麼高 我沒法 他一瞒讓大家 大家說 我為什麼賣這麼高 我也不知道 劇場要這麼高 你再問劇場 劇場我不賣這麼多 吃誰啊 都是問題 我們總是會 在這些許多困難中 會把它找出一個 比較好的道路來 我們總會很健康發展下去的 不要因為現在觀眾稍微少了一點 所謂的觀眾少 聽眾和不少 愛好者很多 我們怎麼樣 能和他們多談一話 能得到他們的啟發 我們更好的合入在一起 誓言 是了不起的 因為它是給人們 重來溫暖 是來為人們的美好和諧 製造氣氛的 我們要看到 我們選擇的職業 還是很輝煌 很高尚的 我祝好大家 選擇了這個藝術 我覺得 給大家見面 很親切 我也明知道 大家都是 所謂尖子 都會把大家這種 很好的藝術 帶回去 帶到個出去 都會開花 祝賀大家 將來取得更高的成績 行了嗎 如果有時間的時候 再提出一點時間 再問問題 同學們可以跟老師 溝通一下 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出問題來 然後老師再講一下 咱們要不要再留住 半小時時間 同學們再問問題 可以提一提 怎麼樣 然後咱們就結束 楊宗毅 館長 有什麼問題 我有問題 好 那兩個字 就上次佔滿城 周氏說 他的丈夫是 標齊將軍 老師原來這麼說的 但人說那兩個字 都念錯了 應該叫票記 就是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什麼意思 你看這個 關決啊 還是那個將軍 應該是 我甚至說 這個旗子 是有兩個音 一個是旗 就是洞子 我騎他 一個是量子 一計馬 就是一匹馬 就是成一樣 如果要是正確 應該怎麼讀呢 至於說 如果說的這個標旗 或者票信 票信 我不敢說 我估計這個 查也比較難 因為它確實有兩個音 而到時候在這個 標旗將軍上 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說 我不敢說 可以再查一下 很好 你這個考慮的問題很好 你這個考慮的問題很好 沒有 這件事情很熱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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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一杯水 喝一杯水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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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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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EET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觉得体神贵�arl за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雷尼狗的 그래 Grüand airman 让我们引儿的精彩 但这让我们俄真正是社会 的那种畏目关系的录本和专属 english 明镜与点栏目 趕緊跑過來,一下子跨在這兒,說你們兩個,你可能會不會,爺爺是當時老爺爺怎麼演的,這太棒了,所以我就那次的確顯示出來了,他的分享和表情之類的。 謝謝,謝謝。 是在基礎的基礎下 他有特别深厚 然后就是融入自己的东西 成为自己的了 一抬手就是规范 但他又特别自然 越这样越难去 就是个正名君子 不是漂漂亮亮的 这是最了不起的 西先生唱《定君山》和谈派有什么区别 就是应该说基本上都是谈派 他就稍微有一点地方改变 比如说音场视野 他把旋律给变了一点 那他为什么要有这种变化 也是个洋平字 洋平字一般唱低的 别的没有更多的别人 当然小唱会都有 你看谈先生是那个刀 他那个刀比那个短了一点 个儿来啊 但是谈洋那优点 他不敢碰 他又唱上 用嘴里边来找工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供 这个谈家的这个定君山呢 都得唱谈家的呀 是吧 这是不是就是谈一半 对 这是根儿啊 都从这儿来的 全带你这儿吧 全不先去呀 都从这儿来 然后再有自己的 不是诚心要测点 不想要测点也有测点 都是学谈的 地大学生都是学谈的 从后来看看自己的表演 自己的表演 压力太大了 不想要测点 我现在就叫我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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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我 叫我 咱们是培养 个性 培养 共性 好 咱们下一个 就说这个 到底是培养共性 好吗 好 那会再说两句 咱们就解脱了 好 坐坐坐 看我 看我 好 有爹吗 还服气呢 好 不服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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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这个下生的特别啊 安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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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個性 一個是空性 特別是藝術問題上 好像大家都著重在個性上 比方在語言中 吸收百家之常 自成一體 正確 吸收百家之常 自成一體 你不自成一體行不行 你想不成一體行不行 應該沒有什麼事 沒這回事 為什麼叫沒這回事 你不想自成一體 你也是你那一體 從寫字上說 我們還沒有見過 中國的歷史 有兩個人寫的完全一樣 從長期上說 從老師教學生 到目前為止 從成大老闆開始 到現在還沒有兩個人 就像是一樣的 比方 剛才和鄭炎說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見過的 沒法說 就見過的 小裴先生 李英先生 袁壽先生 你知道 小曾 鄭炎 他們都全一樣 也不一樣 都各有各的個性 還要培養 你不培養都拉不下 必然有個性 唱眉派有多少 都一樣嗎 不一樣 都有個性 都有培養 丟不了 什麼是共性呢 不是說 觀中 就叫共性 觀中的路子 這裡叫共性 這裡叫共性 不全對 觀中的路 沒問題 誰叫觀中 誰都帶著個性 我們說的這個共性 是說 大的 這一門藝術中的 高中 綜合起來的那個 共性 那是我們要追求的共性 最高度 那是共性 一個是 大家都按這個路走 這是一個方面 再一個方面 它已經在這個路子問題上 走到最高功了 它已經是我們大家 匯集起來 理想中的一個最高功 這是共性 因此 我們要培養學生的話 是培養共性 培養這個 大家都走的路 而都走的裡面那個 最高的那個性界 那個地方 那是共性 為什麼這樣說 你找個共性去 你從哲學上理解 你比方人 人有個共性 這個共性 這個共性 甚至需要把性別也去掉 有語言 能思維 能製造生產工具 這是人的共性 可說不定出了個傻子 它沒有 那不算 不談 要真正的 全人類所都有的一種 共同地擁有那個本質 那叫共性 有的人可能沒這個 看來好像共性上缺乏 也有的人 可能 是突出一點兒有他的特性 你找出一個人 也不分性別 也能製造生產工具 有的什麼 找不到這個人啊 這是大家 在理想中 提煉出的一個 總的本質 有語言能思維 但是 遇了個啞巴 它沒語言 那不說 難說 所以 我在提倡 進西校 學什麼 學觀眾 杜老師可以很好的回憶 這個問題 學觀眾 張建峰 來的學校 學觀眾 最高的 都有了 到時候 你也不成熟 它又帶有個人 這個是必然度 人都以特性的面貌出現 但是包含的最高的地方還是共性 是人類的最高點 那些共性 對 對 結果說 我們要學習 學習共性 對 有了共性 必然有個性 所以我們在培養學生的時候 你我培養你 鞋子要顯示什麼體 你唱要唱什麼派 先不保 它自然也得有 在它成長的過程中 中間 它就形成了它的個性 共性 是第一位 這是我對這個問題上的一個 理解 不一定全對 但是我這樣說話 絕對不會欺騙學生 如果說告訴學生 你一定有學我 你很可能把它帶到鉤裡 不一定可靠 你讓它學大家的最高點 絕對沒錯 歷史惡症需要這些人 使人類的高峰處 在往前延伸 這是我們做一個人的歷史使命 我說法不一定對 不同意見 咱們可以辯論 可以研究 聽了吧 聽嗎 老師還想再講點 老師歇會兒沒上午了 喝點水 老師喝點水 你待會兒再 請 你剛好請 他周圍的一些人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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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讓我 說一點關於 咱們搞的戲這個說 相關的藝術 比如說書畫 那天咱們舉行這個活動 我說的這句話 我說書 是不穿行頭的戲曲 我寫的這篇字 它本身也有鞋奏 也有歌唱 它沒穿行頭 就是黑白的關係 它的鞋奏很明顯 形體也很明顯 咱們說我們這個 中國的漢字本身 就是藝術的線心 是中華兒女智慧的接近 出了文字 我們這文字兩句 這文字都叫一個一個的字 體 一個東西 一個單位 一個單元 就叫一個體 每一個字都是一個體 都是一個完整的形體 和我們任何一段唱 任何一個人物在舞台上 都有一直的 我們身上 有它的講究 比方說前後手 字上也有些文字 系上有亮相 字也在亮相 亮相是個活的字 和死的字大不相同 有的人站在那兒是歪起扭霸 可是那是個形體 寫的好的字 都像一個人的舞蹈 我常講的是 就是王羲之所寫的概字 大概的概 很簡單 完全平衡這個字 但是王羲之寫的時候 就不這麼平衡 他把它寫成 明明是正的 他把它扭過去 扭過去才會扭回來 他明明是瞪著臉往前 他會得讓它像這個 側著 這是藝術的作用 我也說過 畫 是穿了形狀 但沒有音樂的戲曲 紅的藍的都抹上了 但是它沒聲音 我說他們是槍通的 因為我們古代的那些四大名言 四大學生 這許多的這些名言人 字和畫都了不起 他們經常從他們裡頭 找出他們要吸取 在舞台上展現的形式 前天的規短報上 但還正好 我手下都沒有這個照片 他們要登上古老照片 找出來一張 照著西洋國先生的照片 站在松鼠旁邊 他坐了個身段 旁邊他寫了個字 如松之劍 像松一樣那麼健康 這不是我的 可是上邊寫給我的 可是這誰拿去我也不知道 他就登出來了 就是 他是在體會了那個松樹 把那個畫納入了他的身上 他體會了松樹的精髓 而長得像 我們確實 剛才我在這兒談到這個 談一下一個神 一個神段 一個旅然頭這個神段 美極了 又是細 又不是細 又是生活 古牙 一看古畫 那個老先生 就回頭上的旅 融成一體 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作品 我們看的都驚訝 好像我們專門寫字 不如人家根本 人家做演員的 每天都是搞這個 可是非常精道 像這種情況 你一旦會寫字 你也就理解了一段 唱歌的回事 理解了一齣戲 怎麼來完成這個角色 在台上亮相是什麼樣 走是怎麼樣 所以我說一些好演員 一看他們的調片 最早都很死牌 就是 人家的新的照相 不多少年 一開始都不會照 擺好了 連這個氣都不敢喘 還不讓照 為什麼 有一種迷信的說法 別讓你照 照多了以後把活兒都照做 不讓你照 其實沒有這種回事 以後都知道了 我知道馬先生照相什麼樣 馬先生說 你說我站在哪兒給我照啊 你告訴我那個兩個腳在哪兒 你就準備好 我怎麼動 動的時候你給我照吧 你等我站住 你就不要照了 他那動著照 照完之後就對著那個鏡頭上了 是個活的 所以他馬先生不打鞋子 也不畫畫 可是他看畫 看著 他喜歡扇子 扇子上總有自動的畫 他沒事兒就看 他很懂 怎麼拿這個扇子 拿著這個道具 在台上什麼形象 他很講究 到底怎麼搓扇子 怎麼擺著拿 他都有講究 這老養員都這樣 我平常都理解 你理解理解這個 這些 藝術上 得到成就那些東西 你在理解理解 全一樣 是融通 匯合成的 我更理解一個問題 文和理 大家知道 學問上有理科 有文科 有藝術科 還有工科 看來不相干 實際上 實際上 也都一致 也都一致 咱們國家的數學大家 王源英 他說 數學裡頭一個公式 一個命題 又簡單又美 他說原來體會不到 以後理解這個字了 任何一個字也是個美 中文漢字 中文漢字 是中華兒女智慧的線性 中國的漢文 是這個結晶體 旅程的串珠 你看那些細詞 在台上念出的細詞 那是標準的語言 咱們說那個不合理的 咱們不說 就說得通的一些 都好得很 經驗得很 本身就是個藝術 我們很好的傳達出來 就夠了 我們有喪音 有表情 有面目表情 都是在體和 把這個文字體現出來 我們唱戲 我們是把一個過去的古人 融會到我們今天能夠理解的高度以後 體現出來 我們演諸葛亮 出來個諸葛亮 說我們能理解諸葛亮嗎 不能理解 可你仔細體會 他是個智慧的化身 他也有做難的時候 到時候司馬遺非要進城不可 他就為難了 為難了想主意 想出主意 應當怎麼解決這問題 想不到我擺一個空城 要去紅燈一下 但是這個空城我要做成真城 我要比真城還厲害 讓他不趕進來 這有他的辦法 這才就可以 理解這個諸葛亮 哎 彈宴上台 諸葛亮 真是諸葛亮 楊宴上台 還是諸葛亮 西宴上台 也是諸葛亮 其實他們三位 形象完全不一樣 可是上去都是諸葛亮 這就對了 這就是藝術來體現美 體現人間的美 我們也正需要這個東西 用這些藝術的東西 來豐富我們 把各種學問來豐富我們 讓我們成為一個智慧的化身 展現那個人們的面前 有一位大藝術家說了一個話 什麼叫藝術啊 藝術是造謠言的 沒有這時候人弄出來的 這個謠言造得怎麼樣 願意聽 還願意信 他搬出來 就是他 以假為真 我們在台上就是以假為真 我明明不是諸葛亮 我也得裝作諸葛亮 你得看著 原來就是諸葛亮 這就對了 所以我們做的這個事情 比一個科學家 一個文學家 貢獻難啊 我們的任務很重 一個小說家 可以寫個葫蘆夢 可以寫一個林黛玉 美都不得了 你想吧 你怎麼想的怎麼是 你真做出來 站著我演一個林黛玉 讓你一看 表人想真是真的 他把他的美都集中我們身上了 所以我們是一個美的一個體現者 我們肚子裡邊有多少古人 多少金人 都是最美的 都是最高的 我們的任務是很重的 不是說我們搬個跟頭就算了 不是 我們要求 這個社會對我們的要求很高 讓我們 能言古人 言文殿祥是文殿祥 言廉伯是廉伯 廉伯是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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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把朋友尊廉伯 人們所能理解到的 我們都要吸取過來 所以 那一天 大家修行這樣一個活動 希望 вас 書画家和同志們 聯 single hand 大家都來做一做 理解 밑 有很大好處 過去有許多本的老專家 老讀 серь經 也就是他有很多俗话节目的同学 这是很自然的 他自己做不来 我要从看上我理解他 清凡事件就有好多演员的朋友啊 所以说我们要培养自己 满足社会的需要 满足社会对我们 把我们捧当的位置上去 我们站在那儿不愧 就这样 我要完全相信大家 有这种愿望和可能性 祝贺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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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去吧 非常感谢欧阳先生的一番话 这个同学们跟我都是一种心情 好不容易把欧阳老师请来了 想方设法的想让欧阳老师多说点东西 多吸收点东西 对不对 这个欧阳先生 的确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他本身是首都师赛大学的教授 是专门是搞逻辑学生的 而且他的书法 也是一流的 也是书法家 另外呢 关键是把我们戏曲学这个专业 这个研究方向 争取到博士点的这个层次 首都师范大学办戏曲学的博士点 老师的这个博士生很多 今天也还有他的硕士研究生 也都来听课了 所以说老师啊 确实对京剧事业 对戏剧事业 非常非常有感情 我到家里去 到欧阳先生家里去学习 学习 不但是学习老师的这种 这个书牌艺术 和他的一些对京剧的理解 关键还有 还有做人 老师怎么 因为咱们那个戏曲啊 这个不会做人就不会 不会 不会 不会做人就没有台语玩 是不是 老先生经常跟我说 到那时一说就是一上 就一直就是在跟我跟我谈 对京剧 非常的有感情 对我们大家就是就是现在 这个活跃在舞台上那些 非常有前途的一些 一些这个 青年演员 特别有感情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成长 老师的一 今天的一番话 我希望同学们好好地回去 笑话笑话 也不复我这学期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课程的一个总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思想 那么就是在这个学习专业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大家要丰富我们的这个相关艺术 相关文化的修养 我相信对大家会有帮助的 那么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欧阳先生的讲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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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